每次听这两首歌的时候 想要忧愿 你所吃过的苦 受过的泪 终将会变成光 照亮你脚下的路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最长的下一特别节目 小点听我说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点听我说 下面游戏今晚的《非诚6加1》特别节目 《非诚6加1》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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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诚7加1 tou接 firing 《非诚7番坊》 《非诚9才选5》特别元 当时 litt包装 《非诚9ss perse191》特别 complicado 风飘月顺点好惊险 轻轻着塞杯 塞杯春光浩荡 走走着江南 江南有余花香 关聚一堂 关聚一堂 听一听幸福和美满的耳中唱 关聚一堂 关聚一堂 看开说过和笑容 赏了金帮 关聚一堂 关聚一堂 写一杯美酒 心里欢不妨 关聚一堂 关聚一堂 开唐一曲 有一滴酒天唱 又一滴酒天唱 又一滴酒天唱 大家好 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国庆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里呢 我要祝愿台上的三位大朋友 还有三位小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国庆快乐 幸福 安康 谢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主持人 跟我们现场的非常聆听团 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著名教育家 卢琴老师 还有我们著名的 女高音歌唱家 余文华老师 还有这个 一笔写不出俩留的 我的刘氏兄弟 大成同学 还有今天 三位特别可爱 可爱 可爱的 三位小朋友 向大家致敬 不对 他有主持人忘介绍了 这个 广同 泡泡 我今天 先在这儿站一会儿 太好了 我们好好休息一下 聆听您的主持人 你是想休息多长时间 看您的发挥 我要是发挥特别好的话 我估计这个台就属于我了 提醒一下 千万别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 有你们俩在怕什么 我实在记不住了 赶紧把话递上来 没问题 好 咱们正式开始 今天的主题是 小不点听我说 让小不点听我说点什么呢 我要结合我的童年感悟 跟大家讲一讲 一定要孝顺 有结尾的情况下 一定要当兵 接下来 我跟大家先汇报第一件事 要孝顺 首先呢 我必须要深刻地 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刘和刚 来自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拜泉县永秦乡 立宫村二队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是1992年 考的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那时候叫黑龙江艺校 是中专 现在升格了 叫艺术职业学院 当时我上第一年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 我很苦的 我们家只有不到三千块钱 可是学费要五千八百五 还有一千二百块钱的学杂费 加一起要七千块钱 我给你 孩子们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那时候的七千块钱 是个什么概念 我妈妈种六十亩地 最惨的一年 挣了三百六十五块钱 三百六十五天 挣三百六十五块钱 这是最惨的一年 平时也就千八百块钱的 我还有两个姐姐 我大姐上学 我二姐上学 我又要上学 这钱去哪弄 就去借 五块 十块 二十三十 五十 一百 最多的 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 给凑了五百块钱 跟我爸说 大哥 十月份呢 得还给我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要订婚 那时候订婚五百块钱 所以 我拿着这个钱 到了一校去上学 我第一个暑假 回家 我去地头看我爸 我爸的那个手 我爸的右手 挂了一个绷带 然后 我说爸你手怎么了 他说没事儿子 我手就是那个 掉了一层皮 我说我看看 不用看 你看他干吗 我说我看看 我啪一把拽过来 我爸的这个手指头 小手指头 就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看到那一瞬间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 真的对不起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如果我要不上学的话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劳动力了 在农村是这样的 叫 对 这张照片 后面那是我们家 我出生的地方 这个是应该是 三四年前吧 我陪着我爸回老家 照得像在门口 这叫福不双智 祸不单行 在我异校第四年的时候 就跟演电影一样 当我放假回家 走在地头上的时候 看见爸爸的这个手 又挂在这儿 我就在想 肯定不是 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爸爸的这个手指头 又掉了 在我上异校四年 当中 爸爸用两个小手指 换来了我一校的身后 所以在我唱的那首歌 父亲当中 有一句话 叫 扶摸你的双手 我摸到了尖心 是因为我爸爸的双手 改变了我的命运 第二次 爸爸手指头掉的时候 我说真话 那时候我已经19岁了 其实我心里很难受 我很想哭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这个学 不应该上 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要上 人家不说养儿 为防老吗 那养的这个儿 防的是什么 腰也断了 手指头也折了 防的到底是什么 我说爸 我说我长大了 上次你掉手指头的时候 我是趴在你肩头哭的 我说爸 今天我不哭了 你能不能趴在我肩头上 让我看一次 你怎么哭的 农村的老头啊 他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他真的不好意思 我上去一把抱 我爸抱在怀里 夏天 我的肩膀 噼里啪啦的就湿了 就是这样的过往 给的我不只是 人生曾经的经历 更给了我今天财富 作为名农村长大的孩子 经历了22年的军旅生涯 经历了20年的 党团生活 到今天说实话 没想过有今天 但是今天 却走上了这么一个 神圣的舞台 跟这么多的 小朋友大朋友 分享我的故事 此时此刻 我也想把父亲这首歌 送给我们的父辈 你们用青春 用热血 甚至用生命 迎来了新中国 迎来了今天 美好的时代 我们愿意 更好的努力 我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好好学习 听老师听老师的话 将来为我们的小家 为我们的国家 天专家旺 因为你们是明天的主人 也希望大家 听了这首歌之后 一定要记得 感谢我们的父亲和父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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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你的回忆 我感受了奸人 抚摸你的双手 摸到了奸心 不知不觉 你变脚楼了白方 无声不响你眼角上 添了咒 我的老父亲 我最太爱的人 人间的感情有时分 你只长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仰旧你要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听听你的顶终 我借过了此心 明望你的目光 我看到了爱心 又老又小 你手里捧着小手 再哭再泪 你脸上 挂住我心 我的老父亲 我最太爱的人 生活的哭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 你却吃了十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啊 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我的老父亲 我 서了美 我看哦 我看你吧 我看你了 我看我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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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当兵 22年的军旅生涯 让我体会的 不只是身上那份漂亮的容装 更是尖头的那份责任与担当 其实 我觉得 对于今天这个现场 非常六加一 特别适合讲这种故事 因为今天听的可能更多的 是我们最可爱的 祖国的未来的花朵 我们今天能有这样幸福 快乐的生活 除了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祖国的强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突飞猛进的国防建设 完成了能更好的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 十四亿兄弟姐妹的能力 我们才能这样的幸福 这样的快乐 在我这二十年当兵的过程当中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俩字 叫淬炼 为什么叫淬炼 淬火成钢 当我经历了新兵连锻炼之后 我突然间感受到了 只有在军营里 才能更好的 磨练一个人的坚强意志 才能更好的 锻炼自己的三观 现在很多孩子 五观长得很漂亮 很俊俏 但是三观摔得细碎 我需要用这样的故事 跟大家去交流 去感受 我希望小朋友们 能听懂叔叔或者大胆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可爱的宝贝们 有机会的情况下 一定要穿上军装 扛起钢枪 保驾卫国 助手变将 接下来 我愿意一首 我曾经在部队唱过的歌 叫做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送给大家 请 当兵才知道好男孩 爱你求你叫当兵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 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应不应 当兵才知道什么是脑中和英雄 当兵才知道千金埋伏到战友情 当兵才知道君旗为什么这样红 当兵才知道千长为什么这样红 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 当兵才知道君人热血注重成 山林我是那生风湖 大海我是那蛟狼龙 长空我是那穿雨 咱当兵才知道好男孩 还求是要当兵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 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应不应 当兵才知道什么是脑中和英雄 当兵才知道千金埋伏到战友情 当兵才知道君旗为什么这样红 当兵才知道战友情 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 当兵才知道君人热血注重成 山林我是那生风湖 山林我是那生风湖 大海我是那蛟狼龙 长空我是那穿雨 咱当兵才知道好男孩 还求是要当兵 好男孩要当兵 此时此刻我该说的说了 该唱的唱了 接下来管同跟泡泡也该上了 有请二位主持人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何刚 管同好 欢迎 泡泡好 讲得太好了 太感动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诚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听我说》 本节目有含有36种丰富营养 营养更全面的金热宝小小卤番 儿童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听了您的讲述 其实也为我答疑解惑了 平时在家里听歌的时候 我的家人是您的歌迷 他们正常问我一个问题 谢谢 为什么刘和刚的歌曲 听着我们特别容易共情 特别容易被打动 刚才从您的讲述当中 仿佛找到了答案 因为您唱的不是技巧 唱的是生活 这个因为我技巧没那么好 只能抗感情 真的 吃苦耐劳的父母 养育了孝顺又懂得感恩的刘和刚 没错 而在部队的历练呢 又让和刚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是的 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此时此刻各位聆听团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你们的感想如何 就是我觉得孝顺父母这个事情 我比较赞同 因为呢 我的爸爸妈妈 比较赞同你的说法 谢谢孩子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每天起早太黑 然后呢早上起来要给我做饭 送我上学 然后他们还要上班 然后呢晚上回来他们还得给我做饭 然后呢我觉得他们都很辛苦 从小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吃草莓尖尖 西瓜尖尖蛋塔中间长大的 现在呢他们不吃这些了 他们把这些让给了我们 他们却吃草莓屁屁 西瓜底底还有蛋塔皮皮 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给和刚叔叔点赞 谢谢宝贝 那我来问问你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你觉得是孝顺父母的事情呢 我可以让他们开心 有什么方法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们现在情绪不佳 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一些 我就是很多笑话 讲笑话 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 我们家里一个小火宝 好 几岁了 我九岁 九岁 跟我儿子同岁 特别爱听和刚唱歌 每次都会被你的家国情怀感动 特别是听你那个父亲和拉住妈妈的手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每次听这两首歌的时候啊 总要流泪 我 我就在想 这里一定有故事啊 要不然不会唱得这么动人 所以今天呢 听了和刚的故事啊 我就知道了 作为一个儿子 作为一个儿子 只有理解了父母的辛苦 才能写出这么动人的歌词 作为一个歌唱家 只有真心的爱自己的父母 才能在你成名之后 紧紧拉住他们的手 所以我特别想呢 百善孝为先 为什么孝顺是中华民族最值得大家敬重而流传的传统的文化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孝 人就没有情感 如果没有孝顺就没有家庭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啊 也感谢你的父母 培养了这样有情感的儿子 也感谢这个舞台 培养了一个人民的歌唱家 所以我觉得 从你的故事中 我真的觉得 要把孝敬传达下去 让所有的人 把自己对国 对家的爱 都表达出来 谢谢你 谢谢卢老师 谢谢卢老师 所以说这颗种子 真的是吸收了自己黑土地的那个养分 茁壮成长是舞台上闪亮的星 但是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我们也知道 其实您从小在当时的省艺校学习的并不是省乐 不是 地方戏曲《二人传》 恩呢 《二人传》 但后来他怎么就没有继续走《二人传》这条艺术道路呢 对啊 哎呀 这里故事很多呀 剪主要的说 先提炼一个最重要的 为啥呢 因为这个《二人传》啊 叫说唱伴舞诀 这个诀呀特别重要 这个 就是翻跟头打把式 我们同学呀 小分 啪啪啪啪啪啪 十五个二十个 最多能干到三十 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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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就爬下了 然后 因为你知道 那时候一直在干活 我就因为这个 在 怎么样 一九九 四年的 年初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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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我十七岁腰间盘突出到今天 就因为这个事 因为绝没有了 如果二人传没有绝 你是活不下去的 特别是男生 根本把 搞不了了 没办法 我自己啊 开始改唱歌 身段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好展现 但是唱段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来一段二人传 所以给大家来一段包工陪琴 包面长亭 把我送亭 卖传来 喊怨声 高的吞沫再量款式 高的仗势 胡乱行啊 铁针如山 南地来 包面化工全人城啊 无奈给他 商量绑三地 怎能不心疼 从早晨绑到天过午 没有一人来讲情啊 当头要是有个 乌鸦叫也算 冤家旧明星 他不是没人法 请讲他 作恶多端法不容啊 无奈扎了 小包面 嫂嫂你不离民情 烈死情啊 我你老嫂子 太棒了 太棒了 好的 听何刚老师聊了这么多之后啊 接下来啊 我要告诉您了 接下来这个考验呢 足以让您提心吊胆一把 好好好 要挖什么坑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 对 让我们进入下面的 真心话大冒险 听这个话题的坑就不要了 是选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 选择全在你 选择 我选择真心话 选择打一位 我最喜欢是山主 你说我选谁 选择小山主 小山主 小山主 好 小朋友出题 何刚叔叔 我在网上看上一段视频 你家儿子和闺女在卖废品 是真的还是假的 咱们先看看小山主你说的这段视频 好不好 好 儿子闺女 你俩干嘛去 我俩卖垃圾去 垃圾车上都有什么垃圾 比如纸盒子 废物囊具 都有 你为啥不让妹妹下来跟你一块拉呢 我怕妹妹太累了 刚才跟我拉的时候 妹妹以吃力都差了 你为什么要卖垃圾呢 这是因为第一 就是学会过日子 请简直约 第二 就是夏天如果天太热 自然 第三 垃圾根太多 会显得更乱差 哎哟儿子 真可以 闺女呢 闺女呢 是的闺女 对 儿子 卖完了垃圾之后 这个钱准备做什么 这个钱第一 要买学习用品 好好学习 第二 就是 你怎么说呢 就是专献给贫困山区 还有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 哎哟儿子可以 闺女呢 I don't know 你不知道啊 哎呀 哎我发现你家儿子挺擅长总结呀 动物动物就是第一第二第三 对 调理性很强 而且三观非常正 这个答案听着是吧 我们很欣慰啊 但是呢 孩子的问题当中 我可听出了一些这个蹊跷 哎 对你有疑问啊 就是说这个视频 您发布在网络上的 嗯 他有一点点怀疑 嗯 是真的还是有做秀的成分 哦 做秀的成分肯定没有 嗯 你要是让他天天干的也不太可能 嗯 我们家基本上只要 这个垃圾堆满了 我就会拿一个绳把它捆好 让他俩拽着去 最早是没有这个车的 就是在地上闹着 他俩在前面走 我后跟着陪着他俩到那儿 他们俩负责卖完 我陪他俩再回来 后来吧 我说买一个车 拉着轻巧一点 也别太为难孩子 但是让他体验这种感受 体验生活 一种是锻炼他们俩 还有个更重要的 要让他们从小知道 尊重每一个人 不要因为穿着西服格吕的 他就是真正 他就是绝对的好人 也不能因为他穿得破衣啰嗦的 他就不是好人 没准在这些 穿着脏衣服破衣啰嗦的人当中 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要永远学习的人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让他们干这件事 只要垃圾满了 我们家从来在我看大约三年的时间 之前没有 这三年内都是他俩去卖垃圾 还有就是从小 我让他们做一件事情 每年过年必须给我们全家人磕头 先是我跟我爱人 给我爸妈 给我岳母磕头 然后我们俩坐那儿 让他们给我五个人磕头 然后给老爷爷磕头 还有一个就是 每个月至少有一次 给我爸妈洗脚 就他们俩给我爸妈洗脚 最早的时候 是我给我爸妈洗 教他俩 让他俩看 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一句话叫言传身教 只要我们去做了 他们就会学 他们就会努力 将来能成为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至少我觉得 不要给社会添麻烦 我觉得至少 我们没有白养育他俩 没错 你对儿子和女儿 会一去同仁吗 有没有 我觉得不会 只是就是不会 我们刚才的视频上 已经可见一般 一位在前边 这个费力的拉着 那边还给增加负重 女儿是坐在上边的 那我不骗你 那可不是我让上去的 那绝对是哥哥 是吗 我们家儿子 我不知道 将来什么样我不知道 至少今天我感受 我儿子非常善良 你儿子有没有找你谈过 爸爸 为什么不给我写歌 而要给妹妹写一首歌呢 这个倒没谈过 既然咱们谈到这儿了 此时此刻 咱们可以在现场 把写给女儿那首歌 咱们唱给全家人 唱给全国的观众 唱完之后呢 咱们在这儿再向儿子许个愿 以后给儿子也写一首 量身定造的歌曲 好不好 好 明天就写 好 你出生的那一天 我为你祈祷 好 到来跑去总担心 不知如何好 当一生把你碰到 碰到我面前 那种感觉好喜欢 更让我叫爱 女儿啊女儿 巴巴的掌中包 快乐你的天真 幸福你的乖巧 宠着你 爱着你 亲吻着你 累了卷了 有我在 任你在依靠 愿你在依靠 宝宝贝 宝贝宝宝 我要爸爸去考考 宝宝乖 宝宝乖 宝宝乔 我给爸爸吃摇摇 宝贝宝 宝贝宝 我要爸爸去考考 宝贝宝 太棒了 咱们是继续真心化呢 还是大冒险呢 我还是喜欢真心化 更好一点 我喜欢的 别冒险了 您可以从几位举手的朋友当中选择一位 那我还是选这个贺涵章小朋友 贺涵章小朋友 你有什么问题吗 刘和刚叔叔 刚才听您说 您是在军营训练过的 然后我觉得您在军营肯定训练很苦 那您现在的生活还习惯吗 你的意思是说 和刚叔叔已经退役了 对 退役之后的生活 我肯定没有军营的时候 那么训练之苦了 对 现在习惯了没 没那么苦你能习惯吗 谢谢宝贝 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特别喜欢回答 我可以告诉您 在我成长道路上 啥我都习惯 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 经历过吃不上饭 经历过种地 经历过军训 经历过军营的催炼 包括经历过转业的 不舍 到现在我觉得 只有好好地活好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才能对得起之前所有的付出 你比如说 45岁以后 我要做点什么 因为我转业了 当年郭颂先生 曾经跟我说 小刘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候 能接我班的就你 东北民歌需要传承 东北民歌需要有人唱 45岁以后 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我在黑龙江民政厅注册了一个东北民歌艺术促进会 这期节目之后 我在哈尔滨就开成立大会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初心传承 东北民歌 做民族文化 所以 转业之后 我现在过得很累 也很充实 但是我很幸福 也就是说现在何刚在致力于东北民歌的继承传承发扬发展 是不是 是的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对 而且说到东北的民歌 我觉得其实和二人传一样都给我们留下过很深刻的印象 你比如我来考考大成 说到东北民歌 您比较耳熟能详的是哪一首 我特别喜欢东北民歌 很多像跑汉船 巫师里船歌 心火狼 所以说到这儿 咱们请何刚在《非诚勿扰扰》的现场 咱们唱一首对地道道的东北民歌 好不好 没错 经典的 打起鼓来 敲起锣 推着小吃来送货 车上的东西那实在是好啊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句盒 姑娘喜欢的小花 不小花砸的线尾薄 穿的个球鞋跑的快 打球赛跑步趴摸 球衣球裤好头多 又可是来又暖和 小孩用的吃奶的嘴 脑痒痒的老头乐 老大娘见了我呀 也能满意 我给她担来了 含白鱼的眼带嘴 无目的感 还有那曾鸣马脸 含白鱼的眼带鼓来 含鸣 大娘我一听 名次乐业 心是火狼的心肠热 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 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 给孩子做点针线活 孩子一朵没管住 把我的镜腿给摆设 我能描龙 我能修风 离开花镜就被折 尝把鲜иш achter下 尝把鸭子盏场ください 当趁鹅 大娘исс ella 你不要再说 我明白了 你是上了年纪 眼神弱 想买那个花镜啊 不费事儿啊 但等到明天风雨步步 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爱 快给你烧 来 那眼睛何来 火狼我越唱越高兴 铁角板嗓嗓嗓嗓 就怕向灯上 流摩托车来 好 真心话大冒险 还有最后一关 对 最后一次机会 本人在冒发现 我觉得这个人选 非常的重 人选一点 大成我选过了 我也不能让卢老师 跟着我冒险 现在只有唯一一个人 我可以选了 那就是余姐 我们觉得你除了唱歌以外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其他的艺术类 我会崔索娜 真的假的 还有那个笛子 还有洋琴 还有钢琴 我都不会 你会跳舞吗 这小山珠 我肯定是不会跳的 但是我最近 我还真练了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疫情期间 我曾经长到了161斤 但是我通过这个舞种 我竟然跳回了139 你是说通过跳这个舞 跳 跳 叶布 一个人管它叫鬼舞 你是说现在你会这个是吗 我会一点 会一点 那我们就看那一点 那你就来着 先给我们展示展示 回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个最基本的步法 这个不仅可以减肥 卢老师 这样还能治腰间盘突出呢 好 恭喜刘鹤刚 顺利地赶紧 好 这还没跳拳呢 好 恭喜刘鹤刚 顺利地赶紧 经过了我们真实化大冒险的考验 谢谢 劲力过关 那也不容易吧 冒老大奖了 我给你说 好 平静一下 可更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个特别有意义的环节 那就是小小鲁班 小不点儿 听我说 请看向前方 在您面前呢 有这样的一支超时空油桶 这是我们为每一位嘉宾精心准备的 您可以把您的非常心济语 通过这支油桶 寄送给年少时的自己 同时也把它送给 电视机前的青少年朋友们 现在我们要问问 刘鹤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小不点儿 听我说 你所吃过的苦 受过的泪 终将会变成光 照亮你脚下的路 送给当初的我 也送给今天的少年们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更要记住 我们有幸遇到最美好的时代 为了祖国的强大 为了迎接美好的明天 我们一起撸起袖子 加油干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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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寂静攀月晚 秋收攀的两堂满 瑞雪攀来幸福年 难过夜里笑声甜 塞杯绿水迎青山 东海雨阁绕云端 西部落库阵阵天 好时代 人人赞 兄弟姐妹我尽全 一路高阁一路暖 路起修自加油干 好时代 人人赞 兄弟姐妹我尽全 太阳照得人心暖 路起修自加油干 路起修自加油干 谢谢 谢谢何刚 谢谢 再一次谢谢刘和刚 跟我们的精彩分享 本节目由含有36种丰富营养 营养更全面的 俊乐宝小小卤班 儿童奶粉 独家冠名播出 是的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 非常聆听团的成员登场 有请各位 谢谢我们非常聆听团的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 好了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口号吧 那就是 小姐听我说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